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研究 跟中共相關的話題 這個 就是比習近平 又或者比拜登更加成為了全世界人的焦點 這個 就叫做Lancy Pelosi 佩洛西 一個佩洛西 說要訪問台灣 就是玩殘了中共 為什麼玩殘了中共呢 因為 他多了一件事 叫做unwarned attention 什麼叫做unwarned attention 就是原本不想那麼有注意力 居然 現在搞一下 全世界 全部集中了 在佩洛西 上面 很可惜了 蓬佩奧 就好像拿不到這個那麼重要的眼球 反而整個世界 包括 美國上下 中國大陸舉國上下 台灣舉國上下 整個世界都注視著 佩洛西 我們這一節一起分析一下 佩洛西 這次的舉動 居然真的玩殘了中國大陸 當然 中國大陸玩殘的原因 最主要當然是他很喜歡 自己夾爆自己 這件事真正 玩殘自己的始終還是中共本身 但是你也不可以說 佩洛西這個行程 不是觸發點 好愛的說話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啦 請大家繼續 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過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我們邀請所有聽眾 包括已經訂閱Patreon的聽眾也好 希望你們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本台 就是 混合的經營 而免費模式其實佔得 比例也挺高 所以希望大家千萬不要覺得付費了之後就不用做了 記得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我們 依然 希望 就是做一個覆蓋比較大的媒體 不是做小眾 有一段時間的網台 香港是用收費模式 這樣 你不付費 就不會有lock in的ID和密碼 沒有ID和密碼就直接進不了 其實Patreon internal 也是這樣用 但是我們也 訂閱Patreon的朋友知道了 你 跟訂閱一份報紙是一樣的 網上版 即是我們現在公開的版本 跟Patreon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的確是 聽眾和支持者支持著我們一直經營下去 希望大家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我們繼續說佩洛西之前 要說兩句香港議會 我也看到 就是 按白繼續 評論香港議會的事 亦都 對這件事贊成 以及樂觀 我們繼續感謝按白就著這件事 繼續討論 這個良性討論 是有益 不過我也希望他 小心一點 因為他始終身在香港 對於 中共如何去界定這個香港議會 什麼時候他會大大力出來攻擊 什麼時候 會直接說你 去評論他 或者說你煽動別人去支持他 都會當成 違反國安法 這個今天 是未知之數 所以 也希望大家真的要小心防範 我也非常同意那一句 千里之行 恥於足下 如果不是 要踏出第一步 是不是一定正確那一步 是不是一定會成功 真的沒有人知道 這個世界 你永遠不去試一下 你永遠都不知道 其實 所以其實我早就說 我也不覺得 議會有個選舉就是零丹妙藥來的 我早就說這件事 但是 我們最低限度去試一下做 好的效果 應該 是多過壞處的 據說現在有很多人對這件事也是保留 這個不難理解的 再說一次給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上 真的永遠有很多 就叫做west interest 無時無刻都發生了 所以我們真真正正應該要做的 就是做到底而已 你覺得正確 就做到底 實際上如果你 一定要每天做好好的先生 要左右逢源 不要得罪這個 不要得罪那個 這個 就甚麼都不用做 你做一件事 你就是會得罪人 就算你去跑馬拉松 你做好好的先生也沒有用的 你跑得快 你就超過你的對手 那個人就會討厭你的 如果因為他 討厭你 你就不跑馬拉松 這個是 開玩笑 你跑馬拉松 不是因為你的對手 讓你跑過去 換句話說 這個也是一個競爭的過程 但是大家 大家的理解都是你在一個賽道上競爭 不是出陰招 不是潑污水 如果你 跑步 跑回贏你的對手 那就叫大家在競爭 但是如果你 扔招皮呀 潑紅油呀 踢低人 這就叫出陰招 所以真的再說一次 我們不介意人家和我們良性競爭 你覺得 香港 香港congress 香港congress 香港峰會 香港 香港 立法會也好 其實我們沒有所謂 大家拿出大家的方案出來給香港人看 香港人才是當家作主的人 但是 真的也是那句 不要生安白做 好像屈我們 即是說612基金那樣 說多一次 我們是幫612說得最多說話的 我們也有承認過 我們有一天 是說得很激 只限一天那麼大把而已 不停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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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足一年 所以大家 真的睜大眼看清楚 你那個 阻擋你的力量 很可能 不止來自一個方向 我們繼續研究佩洛西 佩洛西 忽然之間就成為了 就是全世界的焦點 我寫這個標題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他的那個航班 就是被人追蹤 被人追蹤也很誇張 去到了 6萬人追蹤他的航班 他的航班 就叫做 SPAR-19 就是一架 美國的 波音C-40 數字其實不止這個 再看看更新了的英文的報導 佩洛西打算前往台灣 他的飛機 被追蹤的人數到了差不多接近8萬人 8萬人同一時間 追蹤佩洛西 要知道 這架波音C-40 就是去到哪裡 大家都很有興趣 看看 到底佩洛西 會不會 被中共的軍機攔截 所以 佩洛西的航程已經成為了這個世界 非常大的一個關注點 甚至乎有機會 超越香港MIRROR的意外 當初中共 就是打算繼續武力威嚇佩洛西 他們武力威嚇 嘴頭威嚇 一直以來的習慣 到底有沒有真的打算出手 我們真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中國大陸的警況越來越差 而這個 也是 美國應該那麼久以來沒有試過一個那麼高級別的人 前往台灣做訪問 因為 中國大陸的紅線 大家都記得了 任何一架軍機 在這個 台灣升降 解放軍就要出動了 大家記不記得有這樣的 紅線呢 當時有大量的戰狼恐嚇美國 叫他們 千萬不要嘗試 超過中共的紅線 中共的紅線 就已經 被一再穿越了無數次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次佩洛西說要出訪 對中共來說 又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因為美國的軍機 早就已經在台灣升降了 美國的議員不停往返台灣 中共的紅線 一再收縮 這次 佩洛西 跟他玩個大膽遊戲 鬥大膽 隨時一個屈尾十 中共又賭輸 中共的恐嚇 嚇不到就是佩洛西 一 可能佩洛西大膽 二 可能根據他的情報 也覺得中共不會亂來 所以 玩大膽膽賭博 中共又輸多一局 你不去開這個賭局 就不會有事 但是你開了這個賭局 你不動手 就是告訴別人 你不敢動手 所以為什麼我告訴你 中共這一局真是被他玩殘了呢 你就要大大力出來反對佩洛西 但是 你就沒有任何 實質的行動 可以 制止佩洛西訪問台灣 換句話說 中共這個取態 不單止跟整個美國對著幹 實際上 也將自己 更生夾著 現在他能夠做的事 除了在民間 要降溫之外 其實他沒有任何的辦法 因為 死線 和紅線 是中共自己定出來的 定完一個這樣的紅線 現在又說要收回 大家想一下就知道 誰最沒面子 當然是喊得最大聲的那個 跟黑社會叫陣一樣 你不要動我啊 出兄弟劈你 說了一大輪 最後人家真的要動你了 然後他不出手 誰是弱呢 本來就是要武力威嚇 武力威嚇的原理就是在於人家要害怕你嘛 如果不是的 我天天哭打哭殺 說要動你 沒有一次有行動 對方也不害怕的 那麼你威嚇你 有甚麼用呢 中國大陸 就是不斷跌入這個 就是戰狼外交的嘴巴恐嚇的陷阱 不斷 去寧靜自己的恐嚇 是沒有一次生效 所以整件事 佩洛西出訪 令到中共成為大輸家 這個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然也是中共自己喜歡夾自己 習近平不是第一次的 習近平選擇的選項 也是對整個中國大陸和自己相當之不利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那麼想他繼續做下去呢 他做下去 中共死得快一點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